欢迎走进纽约会客室 今天的嘉宾是插画师李淑毅 欢迎你淑毅 淑毅老师你好 淑毅本科是在英国学的插画专业 之后工作了四年又来到FIT 在插画系深造 现在是居住在纽约的一位专业的插画师 也是产品设计师 但是你是自由职业 你从本科就开始学插画 并且一直在行业里面深耕了十几年 这是否意味着 其实你在很早的时候 就已经对插画产生了兴趣 或者说已经确定了 要以插画师为职业的目标 是的 我觉得可能我从小对艺术都是很有兴趣 然后我在可能就四五岁的时候 父母就送我去学书法 然后我学书法学了九年这样的一个时间 然后所以我对视觉的东西的那种韵律也好 或者说直观的一种美学的设计感也好 我都天天的比较敏感 然后比较有兴趣 那么我其实知道自己很有兴趣 但是我也没有说很早就知道 我很想做插画这个东西 在英国的高中的求学期间 我其实尝试了非常多的艺术美界 无论是纯意的这个绘画的painting 绘画的创作或者是装置 或者说甚至做过一点点 时装设计的一些模型 还有摄影 就是这些我都去尝试了一圈以后 我就是发现插画这个领域呢 它是一个最接近大家生活的 它不是一个非常 就是可能高高在上的一种艺术形式 它是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 然后给人们带了许多 在我看来带了许多这种温暖的交流的一个媒介 所以我就选择了插画这个专业去学习 但是呢在最开始本科学习的过程中 我也不是非常清晰的知道自己 具体想要走插画的 因为插画里有分很多的路径 它可以是书籍 也可以是包装设计 它可以去发挥的空间很多 就是它的择页面非常广 是这意思吧 我觉得对 它的应用面其实是比较广的 所以我在本科的时候呢 没有非常非常清晰 自己具体想要在哪个路线上发力 所以说毕业以后 我就又去选择了在相关的行业里面工作了一些事件 然后来继续进行研究生的这样的一个深造 那你为什么会选择去英国学习 就读高中读本科 对英国的话可能 它毕竟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老牌的这种 有精英教育的一个国家 所以说最初的时候 父母也是比较认为这是一个更安全 更保守的一个环境 但同时呢 英国它其实是有着非常深厚的一个历史和人文底蕴的 我觉得在英国的整一个生活和学习过程当中 我能够感受到就是这个艺术和人文是出现在普通民众生活中的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爱好 或者说大家英国人普遍呢 他都对这种人文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精神追求 对这个东西非常感兴趣 所以说它也许没有美国的这个就是插画圈更偏商业化一些 但是它是真的你能够在它整一个社会里能感受到时时刻刻的对这种创意产业的一个兴趣 对 那在你看来哈 就从单从留学体验这方面来说 你觉得在英国留学和在美国留学 它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就像我刚才说英国人他非常有这种精神上面的追求 所以我觉得我在英国尤其学插画的时候 我能感受到老师他更多是在一个概念或者说设计理念上给予你很多的引导和教导 但是呢商业运用上面还有说这个产业里面的一些实际情况 他介绍的会相对少一些 这就更偏理论化 如果让我来理解的话 对对是的 那么就是在美国这边呢 大家 实用性 对关注更多实用性 你怎么样去挣钱吃饭作为一个艺术艺术家 所以说老师在课程中的时候也会更多的去谈及这些现实层面的东西 嗯嗯 那从生活方面来说呢 因为我知道哈就是因为现在你说因为美国它本来就是一个说是教育方面是全球领先的这么一个国家 但是我会发现就是我在中国的一些朋友呢他们往往尤其是在这种高中阶段出高中阶段 他们都会选择把小孩送往英国嗯嗯那我跟他们交流之后呢我就觉得就是他们的想法就是觉得因为英国它相对来说这个社会更加保守嗯而且它大部分都是这种寄宿的学校嗯所以他们觉得孩子在那边呢是更为可控一些嗯而且就是在这个安全方面的话他们觉得会更有保障一些嗯或许也说孩子不太容易学坏嗯因为那边的教育是非常非常严格的 嗯就是你进了寄宿学校之后对我觉得尤其是去寄宿学校的话他每一个呃你住的这个呃你住的这个呃宿舍他会有一个宿舍的一个像总的一个教导主任一样他会从全方面去关怀你的生活看你的无论是说英语的进步程度还是说你的心理状态当然其实我读的那所高中呢他是一个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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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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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去适应要去理解如何在这个环境中自处 而且你是自己一个人 这个可能又跟你在学校的这种大环境下 你不出校门是有区别的 在这么小的年纪要单独去到一个陌生的国度 面临完全不同的这种语言和文化 你要不停的去调整和适应 这个是比较难的 那我们也知道 其实因为英国它并不是移民国家 所以相比美国来说呢 你留下来工作的这种难度会更大 所以当时你毕业之后 你是回到了中国去工作 对 是的 我们我毕业的这个艺术学校 当时几年内只有一个中国学生留了下来 在英国继续读书 然后确实整体 而且尤其是艺术产业 可能在因为我毕业的时候是1314年左右 那个年代还更加要难一些 可能这两年会政策相对要宽松一些 对 但是我毕业之后呢 我就回到国内工作了一段时间 在广告公司 在图书制作公司 都分别工作过比较长的时间 去全面接触跟插画相关的产业 当时是在中国工作了四年 对 四年不到的样子 那是什么原因又促使你要来美国留学继续深造 而且也是在这个专业 对 我觉得我在开始工作之前呢 我就觉得说 我可能会通过实际的工作 帮助我更加从一个现实的角度去理解 我可以之后往插画的哪个方向发展 但是在开始工作之前 我也不是百分之一百确定 我是不是要继续深造 但是也是在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 我逐渐又更加的坚定 说我是确实是非常想画这个插画 而且在看过这个行业相关的产业的生态之后呢 我觉得我更加有目标 所以说在工作三年左右的时候 我就申请了FIT的插画研究生项目 那你来到美国之后 你给自己定的目标是什么 就是在你留学之初 当你有这个计划的时候 我当时申请的时候 我就有比较清晰的 就是具体无论说是自己的记忆 技法需要提高的地方 然后我想尝试的一些插画的方向 还有包括我想要表达的一些主题 我都有在脑海里面 有一个大概的一个规划 所以来这里 我在这个研究生的项目里呢 通过这个丰富的这个课程设置呢 我也做了大量的练习 在毕业的时候 我觉得我基本上达到了 自己最初目标所设置的 留学目标已经完成 我觉得是基本达到 那在美国 当你再重新走进校园 去学习这项这个艺术创作的时候 那你会觉得你在这儿收获最大的是什么 和你原来相比 我觉得尤其在纽约 可能在纽约这一点 更加突出一些吧 就是除了我个人 就是在插画水平上的提升以外 我接触到纽约这边 非常非常多优秀的插画师 还有行业里面一些很资深的 艺术家插画师 这一部分资源 是让我觉得非常非常宝贵 然后可能都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启发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我觉得非常感谢就是整一个纽约这边的插画师的这个社群 那你觉得就是相比你在国内 在中国的这种工作经验来说 那纽约的这个行业的生态圈 它和中国相比有哪些不同啊 我觉得首先可能这边的编辑或者说艺术指导 它会给到你非常充分的自由和尊重 就是当它选择你来做这个项目的时候 基本上不太会给予很多干涉 然后就让你充分的去发挥你的风格就可以了 那在跟国内的客户合作的时候 一般他们都会有非常清晰的一些风格方向 无论是说写诗也好 或者他把网上的一些力图给你看 就是希望你能画成那个样子 但是这边的话 他会比较尊重你自己个人的风格 就是你的创作的空间更大 对 是的 我相信主题也会更丰富一些 主题也更丰富 而且你有自己的这个自主权 对 那你是如何真的是在纽约 因为我们都知道作为一个自由职业者 其实如何起步让人家知道你了解你 这是非常重要的 你跟我们说一说你在纽约的第一份工作 是的 这个确实非常难 无论是对什么专业 我觉得都是非常难的 其实我一毕业以后 我就迅速去 迅速去给大量的这个艺术指导 发了个人的这样的一个推荐 推荐的一个email 然后让介绍我的作品 但是质感写得非常短 然后配几张大图 因为没有人有空子 继续阅读这些email 就只能在非常短的时间内 让他们看到你的作品 然后也不是说 你可能发几百封邮件 也不会有超过十个人回复你 但是如果说这十个人当中 有一个回复你 给你一份工作 那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插画工作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你每一个项目 你都是自己的一个创作 虽然你是为这个客户服务 你是根据它的主题创作 但是归根结底 它是你个人的创作 所以在你完成 一个很好的质量完成之后 你也可以继续去参加比赛 然后这个作品 还可以获得其他更多的曝光 然后你也可以在这个圈子里面 也会拓展你的这个影响力 或者是说人脉 都是就是这里的一个 挺好的一个生态 好 我们更多话题留在下面段再说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的 欢迎回到纽约会客室 舒逸哈你今天跟我们有说 其实在美国从事这个插画师的工作呢 不但要自己很非常主动的去发这个推荐信 去推荐自己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你认真对待每一次工作的话 你作品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广告 可能会为你吸引到更多的工作 那你还记得你的第一份工作 在纽约的第一份工作是谁给你的吗 记得真的是难忘 因为发了那么多封邮件以后 有一个人回复你 而且还是带着工作来的 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忘的一个机遇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华盛顿邮报的一个 用在他网站 还有他旗下的一个杂志上面的一个配图 是关于当时新冠疫苗 不仅仅是新冠疫苗 而是说给动物园里的小动物打新冠疫苗的故事 所以这个非常有趣 因为我的插画里面其实经常会出现动物 但是我确实没有想到 它会以这样的一个形式 就是出现在我的工作当中 然后我当时接到这个工作以后 我就迅速的去画了好几版的草稿出来 去这样头脑风暴去想 小动物打疫苗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心情 然后把这个画面可能又可爱 又有点滑稽的去展现出来吧 然后我出大概五版那个草稿 然后AD选择了其中一版 最后画完的效果也是很有意思 其中有一个小插曲 就是我完成这张图的创作之后 我在网上看到很多网友 在那篇报道底下留言 说这个插画实在是让我今天非常开心 看到这张插画 对 治愈了 而且在这个疫苗研究团队的其中有一个人的先生 给我发私信email说希望能够去购买我这张插画的一些印刷品 他希望作为圣诞礼物送给整一个这个给动物打疫苗的这个疫苗团队 科研团队的同事作为圣诞礼物 所以我当时也是非常的感动 因为我没有想到这个作品超越了他工作本身的一个影响 而且尤其是在你毕业就是在疫情之中 2021年毕业的对不对 尤其是在那样的一个社会大环境底下 你能够用一幅作品去感染人打动人 而且能够做到一个积极正向的传播 而且又是我们那个时候 我知道有很多很多关于 那段时间有很多关于这个动物感染新冠的新闻 是的 几乎就是每周你都能看到什么动物好像又检测出了新冠病毒 什么动物又检测出了 那其实你说还给动物打疫苗 这个我倒是没有关注到 所以今天你说我们就知道 其实怎么说 这新冠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 但是人类做的工作 就预防新冠的工作也是无处不在的 这个也是让人觉得很温暖 很受鼓舞的一件事情 就是可能就是在面对这种 我们说不可抗力的这种疾病或者灾难的面前 人类总是有这样的办法 或者是总是拼尽全力的 去做我们该做的一些事情 哪怕是保护小动物 那你会如何描述你自己的这个创作风格 可能我会 因为我可能画一些动物在我的插画里面 所以它有一点点卡通的特质 但是我更多愿意用一种可能天真或者是单纯 还有一种很温暖梦幻的色调去形容我的作品 虽然我画的内容也肯定是不仅限于动物 我也会设计历史的题材 我去年还有为那个国内的小学生读《红楼梦》 《红楼梦》画过数级类的插画 就我设计的题材其实也还是很广泛的 但是我还是愿意就是在我的插画里 融入一些温暖和柔和的 还有疗愈的东西 疗愈的特质在里面 我觉得也有一些童真 就我听你说的 你看为这个孩子们的读物画《红楼梦》的插画 这肯定跟你我们说给成人看的作品 它是有区别的 那我觉得之所以选择你 也是因为你作品本身 它就带有这种童真童趣 我觉得是的 那在你看来 就是你从中国到英国再到美国 其实这个因为你在英国虽然没有工作过 但是度过了你的这个青春时期 而且很长 四年 对吧 六年 六年 是四年大学两年高中 两年高中 然后还有一年预科 然后三年大学 所以他们和美国的设置不太一样 对 它的学制 那你在英国度过的那六年 我相信对你的这个人生成长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从中国到英国再到美国 这些地域啊 还有这些文化的不同 你觉得给你的作品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首先我觉得就像我之前提到的 因为我很早就开始经历一个跨文化的处境 所以我比较愿意把这样的一个角度 带进我的插画里 当时在我毕业的时候 我画的一个闭设 名字很卡通 叫狗狗王子的故事 对 但是它其实是一个关于介绍 跨文化的视角的一个故事 就是一只很小的狗狗王子 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王国 然后走到外面去探险的一个故事 那么我觉得 当我在可能从来没有离开家之前 当我处在一个相对单一的文化环境里的时候 我可能很难以一个客观的视角去看 去了解我是谁 我的生活方式是怎么样 我的思维方式是怎么样 那么当你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文化环境 你看到别人是以不同的方式去生活 或者是去思考的时候 这个时候反而会给到你一个客观的角度来 反思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思维方式 怎么样那个价值观 那么我觉得这个反思对我而言是 可能整一个留学经验中非常有价值的一个点 因为它除去我们说视野丰富 还有包括语言能力的提升以外 拥有这种视角能够帮助你快速在任何环境当中 去适应不同的文化环境 然后同时也能够帮助你很轻松的 跟来自不同文化的人合作 然后可以去欣赏不同文化中的美 那么我觉得你在看世界 当你在体验这个世界的美的时候 就多了一些角度 玩味的角度和空间 我觉得它是可以去让你更加享受 这个世界多元的美的 同时你自己的这个思考的角度也会变得多元 而且人会更为的包容 对 是的 所以这些其实到最后都会在你的作品当中会体现 因为就像你说的 你创作的风格也不尽相同 然后每次面对的客户也不同 那你如何能够设身处地的 我们说当你去包容别人 或者说欣赏不同文化之间的美的时候 其实你是一种 我们说是一种包容也好 或者是说你是换位思考 站在他的角度去想问题 那这样其实对于你来创作 或者说跟你的客户沟通和交流的时候 它是非常有帮助的 你会知道他的所想和所需 我觉得想要去了解跟自己不同的东西 肯定首先都是学习和调研 去愿意放下一种可能抗拒或者是 主观的 对 主观的意见 或者紧张的一种心态去 真正的去了解一样东西 对这个世界有更多的好奇心 我觉得就 就哪怕只多出这一点点好奇心 也是有很大的不同 那在你自己的工作经历当中 最难忘的一次创作是什么呢 最难忘的一次创作 其实不同的项目它因为可能主题不同 无论是你没有接触过的主题 或者说它时间非常紧张 它都有非常多不一样的挑战面 那么对于我而言最有挑战的一次项目 或者说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项目吧 可能是我为一个咖啡杂志画的关于咖啡历史的一个变迁的一个茶话 它是一个双叶图 然后介绍了咖啡在这个土耳其 最初在土耳其那边 人们喝咖啡是会被当街斩首的 因为 真的 对 是的 这个部分的历史可能很少人知道 因为咖啡有让人兴奋的这样的一个功效 在那个时候可能人们最开始接触它的时候 不是能够很好的去控制它 然后当时他们又 奥特曼那个Empire 又是对就是臣民有非常非常严厉的压制 所以说他们就严令禁止咖啡 那么在最早的时候 在土耳其可能喝咖啡 你就血见当场很可怕的一个事情 但是在随着历史的变迁 等到它被传送到法国的时候 传送到巴黎的时候 那么法国人就是 刚开始对它很觉得说就是一袋子豆子 好 就觉得没有什么用 但是慢慢它去体悟它的好的时候 就一发不可收拾 甚至它掀起了一个对土耳其文化的一个热情 因为它是从土耳其过来的 然后人们为了看土耳其人 用土耳其的方式去制作这个咖啡 不仅是对这个仪式 对土耳其人穿的衣服 土耳其人的言行举止 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好奇 所以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段历史 但同时它也是很大量的一个信息 在用两页纸的一个插画篇幅那表现出来 那么我其实觉得这些 就是刚才说的这些点都很有趣 都很有意思 对很难取舍 是的非常难 如果是我的话我都想知道 对吧 是的 那么我当时就是把最核心的 比如说这个你喝咖啡可能会被斩首 这样的可怕的画面 作为第一张图的这个中心 但是我在角落 我在这个画的周围 我加了一些传统的土耳其的花纹的 那个图示来装饰这个画 像像画框一样装饰这个核心的这个图 然后又在四个角落呢 按照这个历史时间的这个顺序 把相关的一些核心历史事件 以一个可能符号性的一个形式去进行一个展现 所以说这个插画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它有很多小的细节 可以是跟这个文章有所呼应的 然后同样在法国的那张插画上 我也是核心的把所有的法国人 在看一个土耳其人制作咖啡的这个画面 作为一个主体 然后同时把法国同时期的一些这个图案花纹 民族花纹 然后装饰在四周 然后同样四个角落 我也是按照历史时间的顺序加一些 比如说什么时间这个教皇允许了这个咖啡的传播 什么时间国王又去种了一棵咖啡树 这些很核心的一些很有趣的一些历史故事 我把它装饰在一些角落来去全面的表达这段历史 我听你说完之后 就是我就在想 其实我们成人的书当中 我觉得真的应该多放一些插图 我已经记不得在多少年前我看的书当中会有一些特异配的插画了 因为可能成人看的书 我比较喜欢看人文历史 但是你会发现其实这样的插图很少 它有一些历史图片 比如当时的报纸或者什么的 但是真的为它配图是非常少 但是这些配图就像你刚刚描述的 它是非常有意思的 因为这是插画师的匠心 我发现小孩在这个问题上 他就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现在陪我孩子看书 你知道吗 你跟他一起看文字 他一定要在图中找到相应的画面 他就会问是这个人吗 或者是他是这样子的吗 就是你会发现 其实我们说一个抽象思维和具象思维 它其实是需要结合的 因为这样其实可以加深你的理解力或者是记忆力 对 是的 因为插画它可能文字是人们后天习得的 那么图像是人比较本能的一个去理解信息的一个方式 然后插画它把文字本身所传达的信息 然后它又多加了一层 可能无论说对这个历史氛围 人物情绪的这种描绘 很福看 第二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